吴尼朗 民兵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现在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 指挥中心在13号宣布了本土新增了744例的确诊 那么在花莲县呢是暴增了49例 那么防疫消毒大队是针对卫生局所公布确诊足迹处 以及学校等公共区域高规格进行倾销作业 那么同时呢也呼吁民众是要减少不必要的餐序跟群聚 指挥中心13日宣布本土新增744例确诊 花莲县报增了49例 花莲县府13日记者会也整理了花莲目前49例分布的统计相关资讯 目前在新增的49人确诊案件中 在小加拿大美女补习班拓展出来一共有28件 那这28件呢分别有9个学生 那另外有18个是家人以及一个老师 那另外在慈禧医院这个在外展过来 这个延伸出来的有10个人 10个案件 一个是护理人员 一个是清洁人员 4个是这个病患 还有4个 还有3个是这个 昨天出院的病患的家属 病患的家属 也就是昨天我们有报告了一个暗号的家属 另外再延伸出来 那另外现在在疫调中的还有7个人 有两位是在我们万荣 在万荣卫生所在筛检的时候 有两位这个确诊 是凤中两个同学 另外还有一个是家里 我想还有是我们的铁路局 玉里站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照服员 以及两位疫调人 还在疫调中 那另外在我们的奥斯卡美式餐厅的部分 现在比较缩小 因为大部分已经到2轮3轮 都延伸到朋友还有庆宿了 那这个直接跟我们奥斯卡美式餐厅接触的 还有两个人 现在这个也确诊 那另外就是在外县市方列的部分 有两个人 所以以上一共是49个人 记者会上由花莲县府教育处长翁舒敏 宣布目前花莲各校停课情形 那北昌国小呢 他是5年级的一位学生确诊 所以这个班在今天13到22号 采线上课程方式因应 那今天全校性做预防性的停课 接下来是家里国小 家里国小是一位6年级的孩子确诊 那所以这个班呢 今天13号到22号会采线上课程方式因应 接下来是名池国小 名池国小并没有确诊数 不过他有确诊者的一个足迹 还有校内的幼儿的孩子 曾经有密切的接触 所以今天名池国小是做全校的预防性停课 再来是几美国小部分也没有确诊数 不过因为校内有一位学生的家人是确诊 那目前学生是进行PCR的检测 等待结果 所以学校今天在一年级跟二年级的部分 是进行预防性停课 今天新增的有包含熊熊森林幼儿园 那他是采预防性的停课 是4月12号从昨天到18号 主要是因为他园内里面有老师跟学生 和小加拿大的补习班确诊者有接触 所以全员是采预防性停课 那今天另外新增的还有私立的中和幼儿园 那中和幼儿园也是没有确诊数 不过今天从昨天开始到19号 也是采预防性停课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园内有9名的孩子 跟外聘的老师 确诊的老师也有过密切接触 所以今天全员采预防性停课 那再来花莲市立幼儿园的部分 昨天也有报告过 那目前有两位幼生确诊 那全员也是停课 从今天到21号进行停课 那目前确诊的孩子有接触的补习班 大概有包含了4个 第一个是小加拿大补习班 在九色入化室 还有和家人补习班跟雅典补习班 那目前各个补习班 在小加拿大补习班的部分 还有50位孩子没有裁剪 九色入化室的部分 目前已经全数裁剪完毕 和家人补习班的部分 还有两位上位裁剪 雅典补习班部分 还有三位上位裁剪 所以总共和补习班相关的一个 照册人数总共还有55位 上位裁剪 那在这边呢 还是再次的呼吁 请我们的家长 然后尽数的带孩子 到相关的 本来医院去进行裁剪的作业 华联宪府也祭出65岁以上 及55岁上原名长者施打疫苗送千元礼券 并再次呼吁其他符合资格民众踊跃施打 接着讲帮彦华联师报导